这个农历新年对郑俊宏来讲绝对别具意义 婚后首个新年要发双封红包 寓意成双成对 阿飞这天录影流行经典50年的时候 也说已经准备好了 很兴奋了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所以就我们很想要情人节 也要做这个节目 我又回来就派历史了 是吗 情人节要吗 对啊 刚刚听家人节她说的 那你如果要工作 你就陪不到老婆了 没关系 那回家陪咯 那改天再庆祝了 没关系的 那家人新年是不是也跟家人一起过 吃一些合理的食物那样子 对啊 对啊 因为我的家人已经订了盘菜 然后就错一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家人一起去吃呢 农历新年本应是市民出游旺季 而薛家燕以往也会在这段时间到外地登台间旅游 可惜至今疫情尚未受控 家燕姐今年要留港杜碎啊 新年我们不可以出去旅行 又不可以出去演出 当然是待在家里的 在家里就是我的媳妇很喜欢煮菜的 都在家里吃饭的这样 还有朋友也做了盆菜给我们吃 那还有呢 李洛宇呢 他也做了那个什么褪蚝膏 那个年糕 所以这个新年一定是过肥年啊 刚才服装方面他们已经说 家里姐就要不要吃太多 我们的衣服不用改啊 蒋辉这晚的录影将会在新春期间播出 《影光》 何婉盈 敖家年等一众嘉宾 都有预备一系列的应节歌曲和观众拜年 我今天唱的叫财神道 光哥唱的财神道 你又准备了什么歌 《星空道转70年》 我没有唱歌 但是有前辈在我不唱 他开心虚啦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光哥的表现 你们怎么样 哇 这样很短 跳舞 对 很好 跳舞啊 我乱跳的 我唱歌我最怕是跳舞 对 我也是 他跳得很好的 他最好 但是光哥他的戏份很好 他唱歌还有舞蹈啊 跳舞啊 我就喜欢搞笑